新疆和田的烤鱼给大家看一看 都是在这一个大钻盘上中间烧着果木 然后这样烤 哇塞都是鲤鱼老板这多少钱一只 都是鲤鱼 熟了一公斤六十五啊 好嘞 烤熟了一公斤六十五块钱你看 哇塞就这样转着烤 也不知道得烤多久啊 老板 这得烤多久啊 今天吃天了 一天吃天 不是 那就是今天 拿着吃天吃夜 就一直烤 嗯 就是咱烤熟了这个 还一直往上查 熟了就熟了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听到了这天早 这叫烤鱼上架 天啊 这都这么好了 嗯 烤鱼上架 哎呀 这个小动作你看 这么完美 这么的漂亮 这样就是一条 在这烤着 哇里边都烤的色泽金黄了 你们看 这个感觉啊 是烤熟了也不知道一条呢有多重 烤熟了以后一条大约有多重啊 啊 都一公斤半 大约就 一公斤半 啊 一公斤半到两公斤半 烤熟的 啊 一条鱼 一公斤是六十五块钱 就是这样烤着就行了 提前腌制好 这样烤上 这个小感觉你看 这个像天外飞鲜的感觉 老板再看看 已经差不多了 还要多久 还要二十分钟 哎呀 漂亮啊 这小感觉你看 老板的烤鱼 还得再放这边 啊 把后面的皮再给烤一烤一盘上 会不会现在在炉子上只烤了这个前面 这就是他们 把后面也给烤一烤刷上这个小酱料 好不好吃就看这个酱料 老板的手法手法的专业啊 我也不知道里边加了啥 就看着就行了 这里再一烤啊 也这么一顿 小味道这一下不就酥酥酥酥酥的 按小感觉就有了 好看再加点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 大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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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酥 这样一加 哎呀 小感觉 哇 空满了这个蒜 再这样烤着 板面的皮这样一烤 香味什么的就起来了 小感觉就这样 再加点 那边撒的 这是什么 孜然 嗯 吃可料啊 老板再加上这个 小葱花 老板很好 网络连接传统 哎呀 这么一条 这就回头了 这就可以了是吧 哎呀 酥脆酥脆的 外边酥脆 里边鲜嫩 酥脆酥脆来味很浓郁 然后下面我们看看这个鱼皮 下面的鱼皮烤的怎么样啊 这是烤的鱼皮的感觉 鱼皮的味道 非常热热 咸鲜适口 非常的新鲜 一点腥味没有 整个蒜香 蒜香味 孜然味 全部都烤进来了 嗯 就是非常的品质 好的 干香干香 超好吃 这一套鱼绝对没得抓